中国援助黎巴嫩的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于当地时间21号抵达贝鲁特·拉菲克·哈里里国际机场 据悉 此批物资共3601箱 包含麻醉剂 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 手术衣 吸氧面罩等65项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方面8号表示 近期 离义局势升级 黎巴嫩多地发生通讯设备爆炸和空袭事件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应黎巴嫩政府的请求 中国政府决定向黎巴嫩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医疗物资援助 以帮助黎方开展医疗救助工作